大帝当前 能杀小鬼的保家卫国 这是西湖人该干的事 她是指导铁梨花 砸狗棍等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 理创修士奇迹的传奇剧导演 她是郭敬宇 她是铁梨花里的四少奶奶秋香 有时候你开枪了 这些年老娘让人拿招拿挑的 指着脑袋都惯了 砸狗棍里的纳素枝 我不等你十三年 我恨你一辈子 她是演员月丽娜 导演郭敬宇 携妻子月丽娜就会超级访问 学生时代的青梅竹马 插声郭敬宇 如何追上优等生月丽娜 告诉你今天我饶了她了 我没踹两脚 她一看我就 演一遍 我就把这瓶药放在窗台上 走 根本走 不带回头了 你太厉害了 我们家娜娜拿上那瓶药 看你的背影 呆呆地冒了好几分钟都不带走 哎呀 弟弟杨志刚一不小心 竟然成了嫂子月丽娜 跟哥哥郭敬宇谈恋爱时的内戒 你哥以前有过女朋友吗 有过 你哥哥带她去你家里了吗 没有 我看着他俩在河边手拉手 导演郭敬宇遭遇年轻女演员 她为何变成七管颜 导演 留个电话吧 我家叫年了 所以没法给你电话 更多精彩 尽在超级访问 大家有没有看这些热播的电视机叫打狗棍 对 太火了 已经播第二轮了 为什么她拍的电视剧都那么火 铁梨花 将军 红娘子 打狗棍 对 我觉得打狗棍好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她老婆在剧里 而且她老婆跟她真的情敌情结很多年了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他们夫妇 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导演郭敬宇 以及她的太太也是我们剧中的主演 月丽娜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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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丽娜给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月丽娜 在打狗棍里面扮演的是纳夫之 欢迎 那您在打狗棍里 是 你一个镜头都没有啊 我一个镜头都没有 我先就不演 大家知道吗 郭导搞了那么多好的电视剧 但是他是学表演出身的 那今天我们几次的夫妇来 其实我们会聊一些打狗棍的台前幕后 但是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什么 是什么 八卦是吧 关于他们两个人的爱情 背后的一些故事 对 谢谢大家 我们超级访问呢 有了自己的官方微信 只要您呢 用手机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呢 加入我们的微信就可以 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台前幕后的花絮了 好 我们今天的礼物呢 由我们超级访问的天明T恤 还有乐风网送出的信价大礼包 希望大家都有幸获得 来 我们掌声欢迎两位 二十二年前 高中毕业的月丽娜 报考了成德话剧团 团代学员班 学习话剧 表演专业 非得要第一次在天里 是不是他爱了你们的手脚 在那里 家境优越的月丽娜 遇到了来自成德农村的郭静女 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漂亮的优等生月丽娜 竟然会和班里的插声郭静女 擦出爱情的火花 欢迎郭导 以及他的太太 因为我知道他们俩 都是在成德认识的 当时你们是在 一个什么情形下呢 成德话剧团 团代学员班 我十八岁 他什么 十七岁 青梅竹马 他讲 回忆一下 那时候你是个 什么样的少年呢 我是个傻小子 我多傻啊 就要多傻 要多傻 他们俩找这景儿 你找个更荒凉一点的地方 当时你们两个在班上是尖子吗 他是 我不是 我是最差的 因为我个人没有任何表演的天分 但是我进的是一个表演班 就是因为形象好 就是因为没地可去 那你看 如果这个班不要我 我就得流落于江湖 你们是一进班就好了吗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刚到成德 然后没有洗澡的地方 他是成德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能带我去找一个洗澡的地方吗 他说行 但是我中午要回家吃饭 我吃完饭下午回来带你去 大概两点钟的时间 我说行 好吧 然后我们等啊等 等到下午四点 他们宿舍还没有人 然后我很生气 把门 就给推开了 然后把他们那被子拿起来 靠地给扔地上 然后 他们同宿舍 一个男孩说 你这次干什么 你看 就我弟刚扫完 你看还在湿着呢 你把他被子弄湿了 我说不管 告诉郭静宇 你就说这种人 言而无信 就应该把他被子扔在地上 我告诉你 今天我饶了他了 我没踹两脚 你那拿起来 是不是就这么闲来着 就是第一回 你干嘛去了 他把被子弄 我回家睡觉 那你到底要是起来啊 我不是没起来 等你回到宿舍 看到自己的被子在地上 然后呢 就我那个 我们屋里哥们啊 特别逗 他蹲完地 我这被子被扔地去了 一个小时以后我才回来 他也没敢捡 他怕 他怕他一动了 就破坏了现场 他怕现场 因为都是新人 是新人的同学嘛 他把你还说不清楚 然后他说 让你回来吧 我没敢动 你看啊 就有一个特别不懂事 那小女孩 就进门就扔我 卖爸为什么 我说哪个女孩 我说 就是最近投入那个宿舍 我一想 那个宿舍里有四个女孩 让我带她们去洗澡 我一下想想了两点 我一看表快五点了 我说那没事吧 洗礼洗面的被子 容易吗 我那想怎么会乎这事 哥们是很智慧 然后我就 骑着自行车出去找了一药店 买了一瓶微生素B2 这溃疡 因为我回忆起来 就这个 他们其他地方到成德 都会容易 容易觉得成德太干 因为成德这个山城 我记得他好像 这里稍微有一点起泡 嘴角起泡 我刚买完这瓶微生素B2 在我们剧团门口 就跟他遇到狭鹿相逢 勇者上 他特勇者 一看我就 点一遍 就不理我 就不理我 然后他哼就要走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我就摸着兜 把这B2拿上 我站住 他以为我要跟他急呢 大片 我说 他绝对就这样 他就觉得 怎么着 你怎么着 就这种感觉 我说这位同学 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这位同学 我是迟到了 不对 但是我是因为看到你上火了 所以去给你买了一瓶 真能编呢 然后我就在他眼前晃一下 他竟然不理我 他又哼了一下 然后我就把这瓶药 放在窗台上 走了 哥们走了 不带回头的 看都不带看 于是 其实谈恋爱有多容易 你那个年代好不好 于是 后来我要去 现在你放冬冲下草 人都不带回头 于是 别的同学 过好久 告诉我 说 你太厉害了 我们家娜娜拿上那瓶药 看你的背影 呆呆呆地 帮我好几分钟都不带走 哥们人生第一次表演 我都第一次表演 你这情商太高了 你之前谈恋爱谈的多吗 没谈过 那你就知道 这种欲情故纵 然后火候和尺寸的把握 他是因为这样 他就是即便谈过 现如今也不敢再平了 17岁谈的够早的 你应该不再说什么了 来问看看 他给你把微信息的电 放在那 有事走了以后 什么感觉 使劲回忆一下 因为我当时 我拿在手里 觉得 被人惦记的感觉挺好的 这个还没好呢 没有几天 三天 有意思 这件事情就三两天 就基本上就 定了 那接下来呢 没有 那是他定了 我压根就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 怎么回事 其实最喜欢的就是 他疯的那一下 我就定了 我就定了 我决定 就他了 其实在我印象当中 我就觉得 好像比我年龄大的人 照顾我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都像多多姐姐一样 他后来经常 把我的衣服 被子 拿回家去洗 然后经常会给我 去打饭回来 然后还会帮我 把床都弄得很干净 然后每天早晨的时候 还会给我准备早餐 但都没挑明的时候 就做这些事 我俩从许 记忠也没说 咱俩谈恋爱吧 没有过 没有过 是别人就哄我们俩 杨志刚 在这过程中 扮演什么角色了 因为他当时还小 十三四岁 对不对 他扮演什么角色了 丽娜 内线 谁的内线 我的 你都让他做些什么呢 比如他过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小刚 我们俩特别好 那时候他真的特别小 特别像一个小弟弟 然后我就搂着他 然后我们俩一起聊天说话 我给他买好吃的 然后送他很多东西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姐姐真好 然后我就问他 你哥以前 有过女朋友吗 有过 我说 长得好看吗 挺好看的 但是没你也好看 我说 你哥哥带他去你家里了吗 没有 我看见他俩在河边手拉手 我疼 然后 倒霉 所以都讲得更好 后来小刚上了 一调了 我也经常去 世家庄看他 然后呢 我跟小刚 我们俩手拉手出去玩 去吃饭 然后又问他 我说 后来 你最近 你三哥有没有跟你说 他有没有和女孩子 打电话呀 有啊 他们之前有一个同学 然后最近老给他打电话 我说 叫什么名字啊 然后 谁谁谁 好好好 知道了 所以我很长时间 就是稍微有点 这个思维上 稍微有点动荡 然后 他就会把 这个 杨栖刚 事实 就是什么名字 地点 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他 你怎么这么神啊 你什么都知道 我就赶紧跟 就是个小叛徒 实际上都是杨栖刚改的 杨栖刚不别喜欢他 就是有点吃的 没有杨栖刚 他觉得娜娜漂亮 然后眼睛特别的 特别的大 所以马上就叛变了哥了 他还觉得这个姐姐好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姐姐带回家 给家人认识 半年以后就带回家 那他跟我妈妈和好 经常去我们家 妈妈都接受他 我妈妈喜欢他 简直就喜欢到了 不行 但是他刚才说他很任性啊 他在我妈面前一点都不任性 你们俩都挺昏远的 我发现 伪装得很好 伪装得太好啊 做过什么事情 让你老妈觉得特别感动 她学做饭 我妈妈95年就离开我们 你想我们91年认识 到95年就三四年中 我妈妈在93年开始 就逼着我们俩结婚 她想让我们俩结婚 生孩子 她好能见到 因为我妈妈身体特别不好 她知道自己可能就很快会离开我们 我说我们俩还要上继续深造 学习 还要出去闯事业 不然的话拿什么劲啊 这个都在学生宿舍里边结婚吧 所以我就一直反对 她特听话 她真动我念头 想那时候就结婚 然后她有一回可能跟我妈哭 说庆语不愿意接 我妈当即决定收她为干女儿 够神的你 我妈 我妈95年就走了 她自己人生留下的遗产 是5000块钱 就有5000块钱 她跟我爸爸说 这5000块钱分给我五个孩子 我爸爸说你生了四个儿子 没五个 还有月娜娜 我还有个女儿 每人1000 真好 无产 没要 怎么能要的 我是觉得 他们那一代人很辛苦 妈妈都已经走了 然后仅有的这几千块钱 我想你留给父亲 因为他还要继续生活 所以我跟静语说 我说 你们怎么决定 我说我不管 但是给我的这1000块钱 我不要 我留给爸爸 郭静语和月丽娜 从异校毕业之后 便决定北漂 那时的他们一无所有 但是月丽娜 一无反顾地 跟着郭静语来到北京 毫无怨言地 过起了艰苦的北漂生活 为了维持两年的生活 月丽娜不断地接系 而郭静语的事业 也逐渐开始有了起色 从最初剧组里 最勤快的场景 一步步做成了导演 怎么奇迹让你们跑北京来发奖 生存 一方面 还要一方面 就是不想虚度光阴 生气的压力是什么 在当时 你们已经结婚了 对吧 没有 那时候没有 在成德 我们俩交在一起 只有90块钱 怎么办呢 北京机会多一点 北京机会多一点 从外拍分戏能机会多一点 那时候郭导致副导演 对吧 我第一次干场记 从场记干起 第二场记 什么叫第二场 就是场记是技术 技术坐在椅子上 跟在导演身边技术 第二场记是打板的是吧 对 跑去打板 就是机器跟演员之间 距离50米 我就跑过去 打了一板 跑完 跟第一场记说 多少多少 然后再跑回去 跑多少趟 一天下来 每天都在这样 而且只要你演员这一遍 如果不过的话 你要反复地跑 反复地跑 我就在他那一个戏里边 从第二场记 变成第一场记 变成导演助理 变成副导演 变成执行导演 等到那个戏 那个戏拍了九个月 拍到第八个月的时候 他的女儿降生了 他本来以为能够在 他女儿出生之前拍完这个戏 没想到条件太艰苦了 尤其他女儿出生 他还没有拍完 他就走之前跟我说 静宇啊 我回北京 两天之内回来 只要你嫂子 见你嫂子生完 从产房出来 我就回来接着拍 这两天你帮我顶一下 我就帮他出去拍了两天空镜头 演员都等着 两天以后 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任何渠道 再找到他吗 去哪里了 他就是带着女儿和 他以前的家他不住 他到女儿 就是到媳妇家里去 伺候院子 我们全组都只有他们家电话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 打BB机他们回 就是他去那伺候院子 于是他失踪了 好导演 这是个好父亲 来第三天 我一下就变成了 第三天开始 我们制片主持人拍了一会 鉴于导演失踪 小郭子 你就带着兄弟们拍戏吧 太绝了 我觉得真的 我就当导演 演员服吗 演员可喜欢我 好歹有人拍啊 没得选啊 刚到北京的时候 你说也经历了特别苦的一段日子 我就是那个戏 就我刚才又说的那个戏 就是导演失踪和那个戏 那个戏后期又做了八个月 就这个导演跟我说 就没什么钱 然后要在北京生活 对啊 对啊 他说你要愿意学后期 你就彻底能当导演了 帮我跟我讲做后期吧 我就每天去帮他剪片子 他那个时候 正是小孩从一岁到 从一个月到九个月的这个时间里 一个月到九个月 小孩正闹人的时候 又招人喜欢的时候 小孩今天要是长了一颗牙 他能高兴的三天不来剪片子 于是后期导演我也当了 后来有一天管他叫了声 爹 混鹿他也不来了 那时候我知道那个 丽娜你们住的是在 饭座后面 那个房子只有六平米 还是借的 类似于什么样的环境 是一个一进门 只能放一张床 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再就没有多余的地方放东西了 然后外面我们家这边是 广东做皮货生意的小买卖的 一个小裁缝 对 然后这边呢 还有好像隔了一个 还有一个精神不太好的 一个 治治治 对 然后再往那边 反正都不太正常 你经常会听到半夜睡觉的时候 突然 爱一家谁特别那个尖叫一声 很吓人 然后有的时候 我们拍片很晚了 回来的时候 正在上午睡觉 就听着门口 吵得很 就是那种 就是 市井啊 典型的是一个市井的一个小地方 然后 我们跟人家还处得都特别好 但是我们其实实在受不了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那边缝纫机已经开始响了 就走走走 那个缝纫机那个节奏 但是我没 我那个时候确实 我一个月 这六百块钱 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 他说 那呢我想学后期 但是呢 如果我要是学后期 我就不能去拍戏 不能拍戏呢 就不能挣到钱 没收入 对 我们在一起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 我说没关系 那你要是想当导演的话 你必须要学会 这些过 这些导演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去学 后期跟着导演 每天 他几乎住在机房 就是那个房间 有一个很硬的一个 那种两边是木头的沙发 大概 没有这么大 也就能坐两到三个人 和挤的那么一个小沙发 他一累了 然后就在这沙发上睡一会儿 那你说呢 最艰苦的是娜娜 因为我好歹有这个事 走在没有事的时候 她自己在家 我在组里啊 好歹是有 可以去广东总局的那个食堂 去打饭吃什么的 他最好 他在家里就每天吃 又没有事 然后又那个环境 每天在家做挂面吃 而且没有炉灶嘛 就这么卖房子 有一个电锅 电锅就只能放在地上 所以我有时候经常进门 将她蹲在地上那儿 煮挂面 煮白水 其实你们的那种状况 我反而觉得丽娜 对你的知识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因为其实我在想一个男人之所以成功 大家看到的以为是这男人的才华 我看到的一个因素 是这个女人的那种认可和知识 因为可能你在其他眼中 人眼中什么都不是 渺小 但是他告诉你 你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重要 这个特别特别 那是95年 我已经在外面拍了一段时间戏 我回到团里演一次话剧 就团里必须要求我回去工作 要不然的话就开除我 我们俩就一起回去演了一个戏 演了一年话剧 半年的话剧 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天棚上撒花 然后月娜在舞台中间演主演 她竟然有独白 我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她最重要的独白上面 在上面下雪 就撒那个纸片当雪花 回团里去演话剧 是做道具场剧 五美的一个 五美 基本他们其实就是五美队 需要人帮忙才让我回去的 然后 我真的那时候我挺非常的灰心 真的找不到自己 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 找不到 那个戏 后来评了五个一工程奖 就是在 在这个评奖那场演出的时候 她演的特别好 所有人都表扬她 有掌声 有专家表扬 有领导表扬 回去的时候 她专门表扬了我 她说静宇 我今天 情绪不到 甚至连词都挂了 我抬眼看灯的时候 我发现雪花皮每天早撒上来 我觉得你在天棚顶上 都感觉到了我的气质不对 但是我一见到这个雪花 我的情绪立刻被调动起来了 我的眼泪多旷而出 所以我今天的发挥 比每天都更好 其实不是我对 是你那个花来的太极 在我心中是最伟大的一种家 哇 这老婆 祝所有男生都起到 我现在想一想 我估计她 她跟我说了一个 美心的话 但是对我的鼓励太大了 因为实际上 我回去那半年 就是为了这一场专家 去看的演出 之前那些都是排练嘛 在这这么重要的一场演出中 她给了我 就只有我们两个 你当时相信是吧 我太相信了 我一下子觉得自己 艺术道路 不见光 郭静宇和月丽娜 从一无所有到事业有成 就在二人感觉 幸福已经来临的时候 不幸的消息 是再次降临 郭静宇和月丽娜 遭遇了一场 突如其来的波折 要说我对娜娜 最最担心的一次 最最担心的一次 是拍将军的时候 那一次正把我吓着 她在现场突然晕了 我一直觉得她心脏不好 后来发现不是心脏的问题 于是我们就又 又转到这个好的医院里去看 这个检查好几天都没有 都没有能印证出 她是什么病 然后我们就去 这个医生建议 做一个核磁共振 检查脑子里是否有理由 我们就做了这个核磁共振 做了一遍以后 说要打一个一种东西 加强才能看清楚 就是后来我知道 叫造影剂 就给她打了那个造影剂 打完造影剂之后 片子是拍出来了 月丽娜当场就休克 她造影剂过敏 她有这种事情吗 就是生命体征完全消失 瞬间 然后那个特别清冷的楼道 一下变成拼啪啪跑了一大堆穿白衣服的人 几乎全医院都来了 全医院都在抢救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问医生 我说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说你太太休克了 叫造影剂 是造影剂过敏 我就打电话给我哥 我大哥是医生 我大哥说 我跟我大哥一说 我大哥声音就变了 我大哥说这个可能有很大的比例 抢救不过来 他说你立刻给娜娜的父母打电话 不然的话你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在广东 在广东 那真是把我吓坏了 后来检查的结果是说 他脑垂体上有一个肿瘤 也把我吓坏了 因为医生是这样的 医生进病房 看到我们俩正在这聊天 说郭先生 你能不能出外一下 我们跟你谈一个事情 刚刚做完检查 最怕的就是这个 我赶紧偷眼看月娜 月娜正在玩 月娜马上拿起手机 说玩手机 你去吧 没事 去吧 他就讲张玩手机 但我心里就 我一听说这个结果 那个脑垂体上的肿瘤 都是良性的 但是我刚开始听到的 就俩字 别的都空白了 脑瘤 我就开始疼疼疼 真的吓坏了 这个事情之后 这个事情之后 回来问别的医生 别的医生说 这种情况 直接影响女人怀孕 影响她生孩子 而且她造影剂过敏 这个脑瘤也没法治 因为你回到北京 再想检查 你不能做这个造影剂的检查 你手术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月娜说 既然做不了 就当没有吧 她们误诊了 我说人家那么好的医院 心那么大 那么好 她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不是心大 首先我觉得 我只是那一次 在现场晕倒了 然后心脏狂跳 然后窒息 从那以后 检查完身体 我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可能程度 没有那么那么深 然后我就觉得 既然第一检查不了 第二你又不能做手术 那就只能当她不存在 身体里有很多地方 都是我们看不到的 可能你不检查的时候 也存在一些问题 只是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都很好 很快乐 很开心 知道了烦恼又多 那你就当她不存在好了 月丽娜凭借借良好的心态 积极治疗 保养身体 最终生下了她们的两个孩子 郭敬雨和月丽娜 这对娱乐圈的不犯不妻 不仅自狗之家的幸福生活 成为一段佳话 而且她们携手 一起成就了一步又一步 传奇之作 从铁梨花到红娘子 再到如今的打口混 郭敬雨知道的电视剧 收拾再创新高 你娶了媳妇 还生了闺女 在那一家拍这个戏的时候 你是生了吗 那时候刚生 刚生完老大四个月 你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把孩子扔那去拍戏呢 没扔 没扔 我一直带在时间 天天带着 在剧组 对 天天带着 就是我拍戏的时候 孩子 早晨来到现场一次 然后中午来一次 下午来一次 晚上来一次 我们全家都搬到摄影基地旁边 租一个房子住 然后有时候孩子送来 有时候他时间富裕点 就送回去 然后晚上我要捧他睡觉 然后有的时候 就是一边给他喂奶的时候 一边背台词 然后就睡着了 所以这孩子在他的出生 到整个成长的过程中 现在一岁多嘛 就陪伴了这个电视剧过来的 对 那现在播出的时候 他看吗 他最开心 他看 他现在能看得懂了 一岁多 他在之前的时候啊 就是因为要做 有好几家那个 做节目 说要去拍他 然后他就 也不知道谁教他 他就学会了 打狗棍开播大吉 他一岁 一岁多 一岁半嘛 打狗棍开播大吉 说得很好 他还在这戏里 不是演个两场吗 我不知道 我演个两场 马云军的小时候 演志刚的小时候 志刚成年 然后演得可好 因为他也不知道 你给片酬了吗 这个有 这个有 我拍完之后 副导演给他 拿了一个红包 说这是演员 林选组给的 发的片酬 红包 两场戏多少钱 一场一百 两场两百 你看 现在 伴懂不懂的状态 他有看打狗棍吗 看了 看 妈妈在里面被欺负 他怎么办 哎呦 第一天 打狗棍开播第一天 我们第一次让他 完整的看电视剧 一看片头都特别高兴 妈妈 妈妈 然后刚看了一会儿 大家都知道第一集 王奎荣老师一出 我给约大一巴掌 坏了 不行了 立刻就哭 就让我把电视关上 然后我就哄了半天 好不容易把它哄好了 我说没有了 不打了 不打了 哎 你妈妈欺负别人 行了 别人不欺负你妈妈 他不高兴了 可待会王老师又出来了 他就现在就是 只要在荧幕上 见到王奎荣 就不行 换台 换台 我还用手机 我也绝对什么呢 因为他头一次 我想是个纪念 我还用手机拍下了他 那眼泪珠子掉了 就是 劈了妈妈的 坚决 那个坚决的让我换台 王奎荣招谁 就是谁 就是因为王奎荣老师 打了他妈一巴的 问题是 这个戏现在播得那么好 后来没做庆功宴吧 有啊 有做 做庆功宴王老师来了吗 王老师来 但是没赶上信长去 我怕孩子趁 趁王老师不注意 再挠好点一下 我问琳娜一个问题 你觉得 郭导师气管炎吗 是 比如说有很多的女演员呀 女孩呀 真的要电话呀 或者说 达哥呀 你会在意吗 我看不见呀 他肯定不能当着我们呀 说导演 给我电话吧 是吧 他肯定都是背着我嘛 导演 那有这样的情形吗 经常 我有一回就是真的被碰到了 真的被碰到 就是我在一电梯口 被一个年轻女演员追出来 跟我要电话 我说没电话 然后那个女孩大红脸 你真的没电话 我一会儿 我就不想告诉人家吧 对 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说 对对对不起 小妹妹 我我我家叫盐 所以没法给你电话 然后关键我说这话的时候吧 我们组已经 市装的四个演员 刚好从这电梯上了 就他们从拍开门 往我走的时候 我说的这段话 全被他们听到了 于是第二天 我们全组都在传 在我们组上了头条 就是导演家教演 这筹备拍这个戏之前 当然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钱 热播剧导演竟然找不到钱 我开始投资 第一次做计划七千多万 然后开拍之前调整到九千万 拍了两个月以后 预算被锁定在一亿三千万 一亿三千万 电视剧啊 对啊 换成钱 螺在舞台上忙啊 哎呦 你想我哪找去啊 我是个著名的败家子 干活这全玩真的 我第一次败家 就是铁力花的时候 超过六百万 我个人跟一家国企合作 那家国企怎么算 都不再给我投了 那么多人都在现场 都在山西等着杀青 还有什么长家大院 王家大院 都要给人结账了 没钱 说我们账已经没有钱了 我说你算数 你用过超多少 说超过六百万 我说现金需要多少 说必须需要一百八十万 才能从这个地方走 要不然咱走不了 我说你太狠了 打狗坤就是这么懒的吧 我说你太狠了 我没办法 我那娜娜演那个四一泰吧 她正好在北京晚去两天 我就给娜娜打电话 把情况如实说 第二天我太太拉个俩大箱子 把我们家 所有所有的股票 全都卖了 现金拉个俩箱子去 后期的时候还又凑了 所有唱的那些 全都是我 全都是我太太拿去的 我现在就准备把北京的房子卖了 准备都放点现金 看你们这些热播剧导演 谁差钱 我第一个钱就过去了 在你打狗坤的时候 你打狗坤的时候 你要跟我说 我就不用卖了 对 打狗坤你也缺钱 我有钱啊 可是赢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当时我找不到人了 我太太就把我们俩当时 我们俩一直在北京住郊区嘛 第一次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城里就四环边上买了一套房子 当时是说 那个时候我们俩很多年都没有结婚 就没有办结婚礼什么 说弄好一个房子 算咱俩那个什么 后来就没住那个 就到打狗坤 留了好多年 觉得是个纪念 到打狗坤 我们俩家长买了 你听到叫他什么了吗 家长 对啊 他老卖房卖骨下 可能不是家长 大家看到了没有 就是说 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 多吃一些苦 多冒一些险 都多受一些挫折 但你真的去 靠着自己的实力和勤奋 就会收获的 所以 我想给两位一个时间 因为我相信你们 是需要告诉对方 自己的心里话 有什么要谢谢对方的 给你们一次表白的时间 老郭 来吧 最想说的一句话 是什么 如妈 我管她叫如妈 因为 因为 她最疼女儿 女儿叫姓如 所以我管她叫如妈 然后呢 她管我叫姓爸 姓长的爸爸 我觉得我喜欢儿子 如妈 你永远是我 姓长和姓如的家长 我看着你们太相爱了 好嫉妒的眼神 她不能和我长久的对视 然后她马上就回家上来 我跟你说再过两年 就换过来了 你喜欢女儿 她喜欢儿子了 来 该你说呢 两年 不好意思 和你一起走过23年 每一天都很快乐 从来没有后悔过 受不了了 谁说时间 就会让人的情感变得平淡 我觉得 真的不是这样 来 宝贝 上来吧 儿子来了 抱下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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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拼什么呀 她姐姐我叔叔 哎呀 他叫什么 告诉姐姐姐你叫什么 叫关桥 哎呀 完全不触镜头 哎呀 完全不触镜头 哎呀 几岁了 我不是说那是脚电了 哎呀 打狗棍 打狗棍 在不断 打狗棍 专打疯狗恶狗 这是狗 杠子包 包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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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咱再说一句 收拾第一 收拾第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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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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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又四叔跳舞 哎呀 我有礼物 要送给宝贝 跳个舞 来 给点儿音乐 来 戴军先跳舞 等一下 先跳舞 来 跳音乐 你在这儿 学院四叔跳舞吧 他不出我 礼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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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什么 汽车 小汽车 汉马 谢谢哥哥 买不起真的 还买不起假的 谢谢 你要说什么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 我们在这里 要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通过 智能手机用户 发送超级访问到 9513186 或登陆苹果安卓市场面 这下载我们超级访问的客户端 好 发面前所有的观众呢 将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礼物 好 再一次我们感谢两位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我相信每一位都听了 都会有所收复 希望下次带着杨枝刚一会儿再来 好 来 本期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他喜欢这个 你不能瞧我们家这个 这是我们家的道具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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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